今天是2020年7月28号 今天祖国统一台湾了吗? 快了 根本是2020年7月18号 根本走过统一台湾没啊? 快了 Today is July 28, 2020 Hashina Unified in Taiwan Today Revison 据报道 有一位港籍的货车司机确诊了新冠疫情病毒 他曾经到过东莞还有深圳 已经找到了9个密切接触者 这9个人已经进行了隔离 那另外的话 有3009人进行了健康的检测 而港籍货车司机确诊的事情被爆出来之后 有很多东莞的朋友 还有深圳的朋友都表示瑟瑟发抖 都表示吓哭了 还有一些评论就说 能不能把香港的漏洞堵上 广东今后还会有麻烦 也有一些网友就说 能不能马上去封关 让香港人不要再来大陆了 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 这个山水是轮流转的 当时香港的这个疫情还没这么严重 大陆疫情非常非常严重的时候 那些香港的黑医护就站出来说 要求全面对大陆封关 现在的话是大陆的网民要求对香港封关了 当然了 在国家层面 也就是中央政府层面 其实还是会支援香港的新冠疫情的 港澳办发言人有指出 中央高度关注近期香港爆发的新一轮疫情 这个疫情的话 连续几天的确诊人数超过100位 昨天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单日的新增疫情确诊人数已经达到了145名 是历史新高 那么中央是非常关心居民的健康以及安全 将为特区抗疫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 只要香港政府开口就行了 现在就只等香港政府开口 那中央就会派人派物资过去 但是中央有这种做法 那些反对派呢 肯定会有跳出来的 已经跳出来了 就说现在的话 大陆的医护人员呢 是不讲英文的 是说普通话和写简体字 那香港的话是说英文和写繁体字 我觉得说出这句话的那个人 真的是低估了中国大陆 那些医护人员的那些水平了 因为能够在中国大陆 当上这种医护人员 他们的英语水平也不低的 因为呢 他们也曾经到过国外去援助 难道他们就不懂英文了吗 香港人的目光不要这么短浅啊 我真的希望现在香港人 特别是那些反对派 放下政治成见 好好的去想一下 我们应该对抗的是病毒 而不是拿政治的一个前提 来对抗大陆人民 特别是对抗中央政府 这样的话 你们香港疫情 如果还是这么来操作的话 香港疫情的一个情况 绝对是继续恶化的 视频的最后 还是希望香港人 能度过香港疫情的危机 好好的团结起来 来共同抗议 好好的配合防疫工作 戴好口罩 能不要出去的 就尽量不要出去了 否则的话香港人还出来游行示威 还出来为立法院的选举拉票的话 那么香港很有可能还会迎来第四波 第五波的疫情爆发的 希望香港人好好去想清楚 特别是那些反对派好好想清楚 到底应该是怎么做 到底是不是要对抗中央呢 还是说对抗病毒 你们好好想一下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欢迎给我点赞 在评论区里面打卡留言 将这个视频转发出去 如果你有喜欢我频道的话 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